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如果 王鹤帝抢了于世的富婆金主 女方身份来头不简单 近日,关于制片人陈芷熙与年轻演员王鹤帝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广泛讨论。 陈芷熙作为一位资深的幕后人物,不仅是电影制片人,还担任万达电影的董事长兼总裁,拥有广泛的人脉和丰富的资源。 他与多位艺人都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与王鹤帝的亲密接触并非单。 王鹤帝作为新生代演员,近年来凭借出色的表演和人气迅速走红。 他与陈芷熙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媒体上被解读为过于亲密的关系,引发了不少关注和猜测。 值得一提的是,陈芷熙不仅在制作上对王鹤帝的新剧有着直接的影响力,还在业内以其直言不讳而著称,与粉丝的互动也频频成为话题。 在娱乐圈内,制片人与演员之间的关系往往不仅仅局限于工作上的合作。 陈芷熙因其地位和资源,常常成为艺人们谋取机会和资源的重要平台。 它的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剧组内外,还扩展到了整个娱乐产业链条上。 这也解释了为何王鹤帝与陈芷熙之间的互动能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对于这种关系的猜测和质疑,有时候更多是基于表面现象和媒体的报道。 在娱乐圈中,传言和猜测时常被夸大或者曲解,而真实的情况往往更为复杂和多样。 陈芷熙作为一个既有力量又有影响力的女性,她的行为和决策往往不仅仅受到个人感情的驱动,更多的是基于她在行业内的角色和责任。 王鹤帝与陈芷熙之间的关系虽然引发了许多猜测和关注,但背后的真正原因可能远比表面看起来更为复杂。 在娱乐圈内,人际关系和资源的争夺往往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议题,而这也使得像陈芷熙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制片人在业内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王鹤帝健身状态被吐槽,失去表情管理,颜值也下滑。 王鹤帝作为当红男演员,近日因社交平台上的真实状态视频被部分网友吐槽表情管理和颜值下滑。 尽管她性格率真,受到粉丝喜爱,但仍有眼粉看重包装后的状态。 王鹤帝新剧将饰演警察,期待她未来更精彩的表演。 一直以来,网友们对娱乐圈中艺人的状态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相比较之下女艺人要更自律一些,因为她们每一次出镜,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她们的身材足够好,颜值状态也尽可能地保持到最好。 但很多男艺人的花期往往比较短,她们的自律性似乎不够,尤其是中年的男女艺人对比的时候,更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这也导致很多网友认为娱乐圈对男艺人要更宽容。 但是大家没想到的是,近日当红的流量男演员王鹤帝都被吐槽了,她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最新的视频,被部分网友吐槽没有注重表情管理,甚至颜值也有些下滑。 王鹤帝是这两年热度比较高的一位男演员,她出道其实就已经达到了热度的巅峰,当年凭借新版《流星花园》中道明寺一脚迅速走红圈了,后来很多网友又认为她的造型酷似日本艺人小力巡,再次圈粉,因为外形条件比较优越,所以出道多年圈粉无数。 王鹤帝出道以来,虽然热度忽上忽下,但她始终都能够争取到男主角的资源,一直到《苍蓝绝》播出之后,王鹤帝直接爆红。 但很多网友认为王鹤帝和部分男演员有一定的差别,王鹤帝的性格比较率真,所以在一些综艺节目中她的表现都比较真实,包括这一次她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中营业。 可能也是为了给粉丝们展现更真实的自己,然而没想到却会被网友吐槽。 在这一次营业的视频中,王鹤帝主要记录了自己见识的过程,从这一点能够感受到她是一位比较自律的艺人,毕竟她的年纪还比较小,接下来还出演一些需要注重颜值和身材的角色。 有一些网友和粉丝支持王鹤帝,可能是会无条件的支持她的所有,但也有一部分是眼粉,所以更看重看被包装下的状态。 在视频中,王鹤帝的状态是比较真实的,应该是没有任何的装造,另外在健身的状态下,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猙獰的表情,失去了表情管理的王鹤帝也被网友吐槽。 关于这一次的争议,也有很多粉丝表示,他们就是喜欢真实状态下的王鹤帝,所以不会在意这些细节。 相比较之下,王鹤帝的性格确实要更好一些,从很多综艺节目中就能够感受这一点,另外与她合作的很多演员对她的评价也都很高,她总是能够带动拍摄现场的氛围,所以大家合作起来也就比较放松,因此在娱乐圈中王鹤帝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但对于一位演员来说,综艺节目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在综艺节目中更多的是塑造自己的性格,而在剧中,往往是演绎别人的人生。 此前王鹤帝的新剧已经正式官宣了,她的下一部作品是一部悬疑剧,而且在剧中塑造的是警察的角色,如此一来大家也理解了她健身的原因。 也期待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